蹦 棒 蹦 呦呼 大家好 我是甜树林 今天來繼續玩一點 Bahala Cyber Park Bartender Action 啊 已經快要到結尾了 來吧 影像我們的Band Ending 不知道我有沒有給Four留下貓糧 好 還是有很多歌不知道怎麼拿 好啦 我回 嗯 呃 Dorothy 嗯 你是不能在短時間內穿過酒吧的 你可以止步了 嗯 啊 寶貝 要來杯飲料嗎 嗯 那就老樣子吧 我想 老 樣子 樣子 好 照常 不知道她出了什麼問題 老樣子是什麼 好 我們就給她來杯甜的吧 甜的總不會出錯吧 那就來個Piano Woman吧 嗯 請用 嗯 這個真不錯 嗯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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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你可嚇到我了 你到底是怎麼了 嘿 寶貝 您怎麼才能知道什麼是真實的 嗯 為什麼這麼說 我的意思是 嗯 你怎麼才能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不是真實的東西 你怎麼判斷自己周圍的一切是不是實際發生的事情 有什麼能對你保證這一切不是虛構的 有什麼能對我保證我不是電腦中的一段模擬程序 嗯 是這些程式驅使你走進酒吧的嗎 嗯 什麼 喔 喔 我是在酒吧裡 我 真的是在酒吧裡嗎 喔 波羅西 嗯 嗯 也就是說 你是在經歷什麼唯我論的危機嗎 唯我什麼 唯我論 Solips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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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我論 一個關於自我是唯一可知的存在的理論 喔 巧 好 最後是個新問題 那個詞 唯我論 那究竟是什麼意思 它是什麼產生的 嗯 好吧 Solipsism 是獨斷的意思 而 Epsy 是自我的意思 那好 那他們是怎麼擁有這些意思的 你難道只問我會相信 這是因為一群人隨機決定去製造造音 接著決定 嘿 咱們就讓這段造音代表這個意思 這根本就沒道理 詞彙沒有任何意義 我已經把各種詞彙重複了這麼久 但他們突然就沒有意義了 為什麼 冷靜點 這只是語意飽和罷了 喔 不要再編造詞彙了寶貝 還有這個巴探 還有這個巴探 我怎樣才能確信它真的在這兒 嗯 它確實在這兒 請不要再敲它了 嗯 稍等 只是為了確認一下 我該為它調杯什麼 至少我想要一杯能向它扔過去的東西 那就來個瓶裝飲料 來個 香水和梨子吧 哈哈 別再敲吧檯了 我已經快要忍不住把這個砸到你臉上了 嗯 對不起 哈 咱們從頭說起吧 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經歷這場 存在危機的 從今天早些時候開始 我覺得是這樣 當時我正在回憶和媽 和我的監護人度過美好的時光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一切來得太突然了 我只是在想 從一週之前到現在發生過的各種事去 想到我玩得多麼開心 我是多麼愛身邊的人 接著這種念頭就毫無緣由地沾住了我的腦海 什麼是愛 什麼是開心 那些感情是真實的嗎 那一切是真實的嗎 我是真實的嗎 誰能向我保證我真的在一副軀體裡 如果我不過是某處的一台 自認為擁有身體的電腦會怎麼樣 如果我其實是個昏睡中的人類女孩 又怎麼樣 又會怎樣 又有誰能向我保證你是真實的 嗯 據我所知 我可能不愧是由某人想像出來的虛構角色 甚至還可能是某台電腦中自以為人類的人工智能模擬程序 嗯 我也經歷過那些Dorothy 那種關於存在的疑問和危機感 那種關於事物是否真實的不確定感 雖然 雖然只經歷過短短幾個月 但是 我還記得驚恐發作 需要通過畫上自己的胳膊以求感受什麼 但是驚恐發作 致使我的腎上腺素極速分泌 進一步導致我感受不到畫傷 反而加深了恐懼感 啊 你是怎麼克服她的 嗯 說蠟也怪 我讀了一本書 《世上的最後一場雨》 我最喜歡的作品之一 在我為書中的內容感動落淚的那一刻 我意識到了 我是在為虛假的事情落淚 為一部故事和其中的角色而哭 我並未因為他們是虛假的就不在乎他們 為什麼不以同樣的方法考慮現實呢 哪怕我只是有某人想像出的虛構角色 我依然會在乎你 至少我是怎麼告訴自己的 這種想法不是立即生效的 但那種專注幫助了我 嘿 我喜歡這樣 嗯 嘿 這杯可以給我嗎 我就是為你而挑製的 謝謝 那好 欸 哈哈哈哈 他撥到你頭上了 你 為什麼你要把他撒在自己的頭上 為了感受你七手調製的事物 感受到了嗎 感覺很熱 還有點癢 你確定不是燒掉了嗎 我去給你拿條毛巾 有塊地 請得拿著 我以前來過這 欸 是Mario 沒有 是那個 喜歡男孩的Mario 行行行 Mario先生 歡迎再次光臨 我有份快調給 那是什麼人 他是我的老闆 我可以幫他簽收 嗯 那好 請簽這裡 喔 這還 這還真是個大包裹 我想知道裡面裝的什麼 你應該打開它 如果裡面裝的什麼容易變成的東西 可能需要冷藏一下 咱們來看看 是一根… 香腸 一根很大的香腸 嗯… 嘿 寶貝爾 嗯? 大包裹裡面裝著一根大香腸 你的老闆要怎麼處理這個東西 嗯… 我不知道他打算怎麼烹飪這個 或許他會切了它 寶貝爾 好像這根香腸實在是太大了 以及根本吃不下 別…別說了 也許你可以現在就出水準備 怎麼樣寶貝爾 你不想嚐嚐老闆的香腸嗎 我不… 你當真要笑就… 是他… 是他開這個玩笑的 而你在試圖忍住 不為此大笑… 大聲笑出來 算…隨你的便吧 我們都知道如果未經允許就烹飪了這個 他肯定會把我們倒吊起來的 肯定會把我倒吊起來的 嘿 賈克南 你叫什麼名字 我…我叫… Mario 來嘛Mario 我要請你喝一杯 嗯… 他可能還要送其他快遞 你…你知道吧 呵呵…事實上 這是最後一份了 我接受你的邀請 我要來一杯Sunshine Cloud 你呢? 嗯…我就不要了 好 為Mario挑一杯Sunshine Cloud 大杯 我們加一點…加… 剩下全部加酒吧 請用 多謝 呃…嘿… 呃… 叫我Dorothy就好 只要過錢之後 你也可以叫我親愛的 呃… 好吧…Dorothy 為什麼你要請我喝一杯 我跟你講 我可不吃這一套 嗯?哪一套? 冷冷? 我是屬於…男人的男人 我…我喜歡的是男人 好嗎? 倒…倒也不說喜歡女人 有什麼不對 但是… 喔…別擔心 我沒有調動你的意思 我只是為了感謝你 呃…感…謝我… 你送來的包裹讓我目睹到 寶貝兒嚇得跟這個傻子一樣 其實那遠比你想像的要更簡單 嗯… 這讓我非常開心 而且… 而且我不知道… 嗯…應該怎麼說 至於他之前對我說過那些話相當吻合 現在我比剛進門的時候冷靜多了 呃… 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但是很高興能幫得上忙 好了…使命在召喚我 再見了Mario 再見John 再見寶貝兒 好好享你的大香腸 慢走 嗯…她看上去是個好女孩 我…並不是想說的好像自己… 我理解我理解 別擔心 你喜歡男人 大家都知道 說起這個 你喜歡摩托車對吧 沒錯…我很喜歡 你去過摩托城區嗎? 事實上 我的空閒時間 都是在摩托城區消磨掉的 為什麼問這個 人們都在說 那裡在舉辦非法標誌 這是真的嗎? 你不是警察對吧? 據我所知並不是 嗯…那就好 我是說那裡確實有非法標誌 但同時有半合法的聯賽 半合法 當局認可一部分標誌賽的舉辦 但他們並不知道賽事中發生了什麼 改裝引擎 傷亡事故 濫用藥物 其結果是非法飆車反而倒會安全一點 嗯… 你聽說過一個叫Christine Love的車手嗎? Love小姐當然聽過 這名字無人不知 她怎麼了? 她的非震盪真有當局聲稱的這麼危險嗎? 呃…我不知道 也沒人知道 也沒人知道 什麼意思 她們看起來很嚇人 但事實上沒人和她們發生過正面衝突 此外,如果她們 針對就像外表看上去那麼危險的話 也沒人想被打成一團漿糊 也就是說她的非車檔只是… 堅守領地 威脅性地做著自己的事 從未打擾過任何人 喔… 還要再來一杯嗎? 呃…我要杯Piano Man 好的 Piano Man 請用 哼…好,這可真不錯 嘿…你們兩個是一對兒的嗎? 哈哈哈哈… 你這麼大笑有什麼意思Gail? 呃…不…我們不是 咳…不…我們不是 你是有什麼毛病嗎? 呃…蛤? 你和這麼好的男人一起工作 都不會有一點動心的嗎? 當她離得這麼近… 哈哈哈哈… 當她離得這麼近 衝你微笑的時候 你怎麼還能保持這種冷靜?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說法 她的過去是一坨 我不想承受的重擔? 因為她的過去就是一坨 我不想承受的重擔 這前提還得是她真有一段 一坨過去 我最近甚至開始都懷疑起這個了 你在想暗示她不是什麼好人嗎? 喔…別誤解了我的意思 Gail當然是個好人 她長得不錯,舉止聲勢,體貼周到 但她同時還非常冷淡 只要她感覺自己過於接近某人 就會立刻退後很多玻璃保持距離 你又沒必要和她結婚 你只需要把她推進儲筆裡接著… 呃…不感興趣 你這樣讓我很生氣一跳就是 你連擺在自己嘴邊的東西都看不到 我走了 歡迎下次再來… 嗯… 啊… Gail,你這個令人心碎的總獸 呃… 我回來了 發生什麼事咯? 我意識到自己的幽默感 大概只有八歲兒童的水平 發生什麼新鮮事咯? 新鮮事… 嘿… 有人給你送來一份包裹 呃…太棒了 我的美食家賤賞版香腸 這是我家人送來的禮物 這海關耽擱了一段時間 但總算是來了 你們要嘗嘗嗎? 呵呵呵呵呵 這…這還真是新鮮 呵呵呵 好,這點零花錢拿去 我已經編不出任何借口了 耶,零花錢 好… 咳… 今天先提到這邊好了 我等一下要出門 好啦,那麼… 如果有任何的意見 歡迎在下方留言區留言告訴我 如果做得更好 喜歡的話可以按讚訂閱 也可以到我的Facebook粉絲按讚 好,我們下次再見,大家晚安